我们帮朋友准备他的一个房子出租房 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出租房 其实从什么准备的条件 从什么准备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房子 可以提升这个房子本身的美化程度的 今天过来的主要是建Tenton的给他钥匙 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搁到市场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租出去了 这个房子是一个32亿的房子 带一个带 大概是2000sq footage 一进来这是4 这个房子是大概04年 03年04年左右时期建的 这个房子以前就是朋友自己住的时候不太好 把这个房子屋子里面刷的各式各样的漆 这次我们整个月的时候 就把整个这个房子刷成了白色 然后把所有的灯泡换成了白色的灯泡 这个房子是2500块钱 放到市场三天 然后有Ritter带过来看 最后就租出去了 然后租出去这顿还挺不错的 一个牙医 一个是banker 这是已经来的第一个厕所 然后这是第二个屋子 前任的房客也不太好 把这房子整得挺烂的 然后最后打扫维生也很不好弄的 然后当时这个门是掉了 然后我们都装上了 然后我们回到房子的Foyer区域 它这个房子互形的挺神奇的 就是它三个屋子呢 其实都在差不多在同一个区域 这块过来是主卧 一进来 这个主卧呢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以前主卧我们朋友这房子的主卧是黑色的 你住什么房子 你说你把屋子给弄成黑色 然后这是一个大的walking closet 然后这主卧呢 本身的大小还挺大的 然后这是它的主卧厕所 主卧以前厕所呢 那也是那种蓝色的 很难看 然后呢 我们就全都把它刷成了白色 我给看一下 刷成白色 然后整个让这个房子显得就亮了 好 主卧完了以后呢 我们出来 出来以后呢 这个房子的 这是laundry room 然后带一个tuka garage 然后这个房子在房间住的时候呢 plumbing经常出问题 然后那个 沃水专业的那个位置呢 plumbing出问题漏水 然后把那块从去秀了一下 然后这是它的房子比较神奇的地方 有一个dent 这个dent其实可以 翻文全程可以弄成一个bedroom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是它的厅 整个这个厅的空间还挺大的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dining room 然后这边是它的厨房 然后这个房子有一个小冰箱也是第一任房客住的时候呢 因为冰箱化了 所以就给它买了一个这个小的冰箱 这个房子呢 我们朋友自己在住的时候也是 我就反正不太讲究吧 不太讲究一点呢 就是说外面的这个inigation它没有太好弄 整个这个房子第一任租口住进来的时候呢 它整个草的状况不太好也是 总体而言呢 就是说如果你租房子的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房子一定要刷 现在刷这种白色的房 房闪 然后或者就是浅灰色 一定要把所有灯泡换成白色的灯泡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租房子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所有的inigation 就是这个灌溉系统的这个头 一定算在tinent身上 像这个房子 我们这个第一任tenant move out出去以后 我们检查了一下 三个头坏 还有好几个头没有那个有cap 所以呢 它应该也不浇水 导致外面的草死了一片 这本来我们说应该claim的 但是呢本身这个朋友刚开始 自己住这房的时候呢 就不太注重 所以草就本身情况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inigation头全修好了 那这一定要注意搁到你的list里面 这样的话 如果出了问题的 是由tenant去负责 该换多少钱都换多少钱 他们的草 这就一定要注意第二点 就是说一定要照照片 照片的重要性非常重要 当每个房客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个inspection 把所有的东西都撑在照片上 这个房子当时就房子的时候全是垃圾 冰箱 stove 地 脏料子 还有一些屎 就很恶心弄的 这个就是反正 然后当然 房子本身的condition也不是特别好啊 然后花了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 把气从一刷了一遍 该准备的地方全都准备好了 现在这个房子一个星期各到市场上租出去了 今天是租客给我这个security deposit 和prorated rent 然后呢 总体而言位置不错 然后呢 看的人联系的人挺多 2000 square footage 2500块钱 也是这边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这个market market这种runs的这个钱 嗯 就是最近反正是比较忙 呃 4月份的话呢 是有两个close 然后呢 还有好几个房子在出租 短租房也在管 所以就是说 的确没什么太多的时间 坐在这个studio里面 跟大家聊一些这个方产啊 投资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 刚出台的这个这个realtor的这个 就这个这个打的这个case 这个所谓的这个6%的这个commission 怎么着 那找时间吧 坐在我们studio里面 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还有说就是今年年初五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 又颁布了另外一个法案 就是要求所有注册的iLC 防止这个moneylaundry 有了一个法案 需要注册这些东西 其实是可以说很多的 但是呢 因为现在就是的确太忙了 没时间 天天都在外面跑 啊 整找时间吧 跟大家坐在studio里面 好好聊聊这些东西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当然了 如果有朋友对中复一达这个投资 感兴趣 甭管资助啊 还是投资方 想这个购买 或者账目管理 我们的连接方式呢 就在这个description下面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交流 我们也希望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帮助更多的朋友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